脂肪肝在临床上发生的案例是比较多的,通常来说该疾病在发生初期,很少有的人发现它,并能引起重视,所以很多患者都耽误了疾病,这疾病的增加了困难,为了让更多的患者能在第一时间内发现疾病,下文中为您总结了脂肪肝的出现增长,患上脂肪肝身体会出现哪些信号? 一,消化吸收不良,其实当该疾病出现,消化和吸收不佳的情况,病人们往往会把这种现象,追踪到肠胃方面,所以很容易错过正确,不过当脂肪肝疾病,和普通的消化不良可不一样,一般来说病人到了中度,中度的时候同时还会有腹脏,呕吐的情况,一般来说在犯后的病情会更严重,而且肝脏区域还会有疼痛。 而不充足的维生素,该疾病会让身体内的脂肪堆积在一起,而患者平时吃的食物中维生素比较少,这就造成了各种维生素没有得到补充,从而形成脂肪肝出现。 通常来说出现这种情况会有舌头发炎,口脚炎,神经炎等丁角出现。 如果你有此类现象,那么就应注意了。 三,肝脏肿大,该疾病如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,那么患者就会有肝脏区域,出现轻度的肿大情况。 一般来说这种现象能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被发现,通常同体检结果,总能看出患者肝区域有种大情况,而且表面刚好,质的是比较有韧性的。 四,内分泌失衡,一旦疾病到了中毒时,女人就会有月经明显变多,或者是必经的情况,而且病人的体重会有增加或者是减轻的情况,而男人则会出现乳房发育,高丸变小等情况。 如你有此征兆,那么还请您倒去做个检查,图个暴行比较好。 五,食欲不佳,恶心,食欲问题是化伤肝疾病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,如果患者的病期较长的话,那么看看是不是胃炎等疾病,或者医疗考虑是不是脂肪肝。 另外,病人在平时还总是会有上妇出现保障,同时还有恶心想吐等类似情况发生,发生脂肪肝,患者就会有这些征兆出现。 所以如果您发现自己也有此类情况,那么就应及时的道,让医生为病情诊治,并且身体上有任何的不是都能积极的去,而不是自己忍着,这样不但不能让疾病痊愈, 还会把自己的身体越拖越狂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